每日与主同行 又是我们每日与主同行的节目时间 今天第二集 跟大家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 信心显神迹 信心如何能够彰显到神迹 亦都在耶稣的医病的一个经历当中 是展现出来的 这次耶稣的医病的对象是很特别的 那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 耶稣去到加伯隆这个地方 有一位在加伯隆里面铸守的一个伯夫长 他们有官阶、有地位 他来到耶稣面前 是很主动地去请求耶稣去医他的仆人 那个仆人患什么病呢? 原来他的仆人是患了一种痰瘟的疾病 这种痰瘟的疾病 如果用今天的医学的名称来说 这个病人相信是中了风 即是他行动不方便 手脚不治愈的了 生活都要人帮忙的了 要差不多在床边全天后去照顾的了 这种病人的生活是很痛苦的 而且他都可以属于一种长期的病患的病人 耶稣并不认识这个伯夫长的仆人 但这个伯夫长的仆人是很有信心的 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并非要求耶稣亲自去到现场医他的仆人 他跟耶稣说 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会好起来 这个就是耶稣遇到这个伯夫长当时的请求 或者在这个时候我也解释一下 伯夫长是什么的职位呢? 根据罗马帝国的军阶设定 原来伯夫长在军团里面是属于排长的 他要管理的兵是一个百名的士兵 他是一个外邦人 这个伯夫长是一个外邦人 他驻守在加伯隆的地方 因为加伯隆当时是罗马政府的一个驻防城 是很重要的 这个位置这个地位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有罗马兵的驻守 同时也有一个关卡来收税 不惯得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里面 看到原来耶稣在加伯隆这个地方遇到的 不单是这个伯夫长 也遇到这个收税的瑞马太 这个也是发生在加伯隆的地方 好,那我们又回到当时耶稣 听完这位伯夫长这样说话的时候 耶稣就很称赞这个伯夫长 说他的信心是非常大 大到那个地方 他在以色列的地方 都未曾见过一个人有这么大的信心 所以耶稣就答应医治这位病人 耶稣说,凭你的信 你的伯仁就会痊愈的了 于是耶稣就是一个离开现场 好像一个遥距的一种医治方法 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医一个病人 不一定要到身边才可以医治他 原来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 他就算不在现场 隔得很远 一个很遥距的地方 只要耶稣去施展他的能力 他的神迹就会发生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大有能力的医治者 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足够的信心 因为伯夫长有一个充足的信心 他知道耶稣是无所不能 耶稣是大有能力 就算他不去到我家 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不在现场 他都能够施行神迹 这种信心是很宝贵 又很值得我们去称赞的 也提醒了我们 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充足的信心 我曾经都试过办一些活动 当有一年我们办报行筹款的时候 我们发觉报名人数真的很少 就发一个月之后就举行 但是报名人数只有五个人 在这个时候我就学到一个功课 就是要凭信心交托给神 于是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就拉开一张椅子 我就跪在那里向上帝祈祷 恳求神帮助 恳求上帝亲自动工 希望去感动更多的人 来到一起参加这个报行筹款 结果不单止我祈祷 我也呼吁我的同工 一起为这件事恳切的祈祷 最后我们凭着信心 就预期的举办这个报行筹款 到筹款的当日很感谢天款 我们出席的人数有三百多人 在这个功课当中 我就学到一件事就是 凭信心仰望神交托给上帝的时候 在人不能在神是凡事都能的 好了这一集里面 我们的金句就是第八章的第十一节 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 我又告诉你们 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 来到这个天国里面 是与阿伯拉罕以色雅各一起去坐席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原来我们凭着信心 将来从东到西 很多人都有机会进入上帝的国